今天中午的時候 您是否也感受到明顯的搖晃呢 今天中午是發生了規模6.2的地震 正確時間是在中午的12.03分 正央是在花蓮縣府東南方29.1公里 深度滿潛的只有5.7公里 規模6.2 那麼震度最大的就在花蓮了是五弱 另外像是台東宜蘭還有嘉義 中部地區可以來到四級 好 其實這一次地震中心也特別說明了 原因就是這個板塊準備要引沒之前 轉彎處碰撞的引發的地震 這一次是極潛層地震 還說在這一塊地區 其實是五十年來只有三起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罕見 另外這個地震中心特別提醒 今年規模6以上地震 其實已經多達十二次了 也追憑這個1999年921地震的紀錄 那麼也特別留意了未來三天 這個規模4以上地震還是有的 提醒民眾也是要特別的流行 花蓮廟與牌樓碎成一片一片 遠看更明顯 直接少了一半 從領域壇監視器也可以看到 當時地震有多麼晃 就連在彰化 男子原本在吃飯 嚇到便當直接掉地上 人還摔倒 15號中午12點03分 台灣東部發生規模6.2地震 最大震度就在花蓮達到五弱 但全台都感受到明顯搖晃 這個地質構造是逆沖型的破裂 統計像這樣規模6以上的地震 今年目前已經有12起 相較過去每年平均只有3起 已經和921大地震當年一樣多 超出平均4倍 規模5到6的也過紀錄 到現在為止61次 有學者表示 台灣東部短期內 還有可能發生規模7以上地震 我們尊重 但是地震是不可預測 在北部這種房子結構都比較老舊 比較弱的這種區域 微老房子有40萬棟的這種區域 他如果碰到規模6點多以上 這種地震來講 其實他是會自災的 而這起規模6.2地震 發生後一個小時內 又發生8起2到3級的余震 地震中心提醒 未來幾天也不排除 發生規模4的余震 民眾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華爾新聞綜合報導 發生時 從此今 發生的 發生時 發生時 感谢观看